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仙怀孕了 若仙向试运坦白了自己失身的事 试运虽然表现出些许的不快 但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试运知道若仙没有安全感 总会怕失去自己 冲动之下 提议将关系公开 这样若仙就不用担心了 第二天他们就手牵手的在同学面前表明关系 结果引来同学们的一片哗然 虽然两个人私下通路呼呼的都知道咋回事 但挑明之后的性质就变了 高中男女谈恋爱都不行 何况你个女女 班里的同学对两人指指接接 但两个人依然笑容满面 受到挑衅的老师还打了试运一巴掌 若仙为了表明立场 也为了安慰试运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与其激吻在一起 班里的同学一片哗然 一名同学和老师急忙冲上来拆散两人 哎呀妈 太辣眼睛了 试运察觉到自己做错了 这份爱他有些承受不起了 课间若仙拿着牛奶去试运的班级找他 试运用肢体语言表达了他的回避 若仙悲痛地跑回教室的座位上 发现心中的情绪 这时候试运来到若仙面前 抢走了他们的交换日记 将其撕毁 在同学的绩效嘲讽面前 他们的爱情如此艰难 两个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若仙仍在坚持着他们的爱情 而试运选择了逃避 最后他们分手了 准瞬到了试运的生日 若仙跟试运在天台上进行了最后的谈话 若仙想要借此机会 挽回他和试运的爱情 但是试运直接拒绝 若仙哭泣着问他 怎样做才能重归于好 试运之言 能要点脸 你和你的老师发生了关系 我真为你感到羞耻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了 然后拖也不回的就离开了 楼顶上只剩下生无可恋的若仙 最终若仙跳楼自杀了 这就是若仙与试运的爱情故事 淘欺妹以参与者 旁观者的身份 向我们描述了整件事情 既然是恐怖片 那当然得有鬼了 若仙跳楼自杀死不瞑目 他与试运的爱情走到这一步 大部分原因就是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与谗言 所以他要报复 就让所有人承认他们的爱情 同时要让试运明白他的爱 试运跑到若仙的座位 想要找回他们的交换日记 结果什么都没有 试运生气的踹倒了椅子 而拿了两人日记的淘欺妹 反而经常能遇到灵异事件 比如恍惚间 看到若仙跟发生关系的老师打闹 耳边听到若仙的声音还我日记 当其打开储物柜时 在里面看到了死去的若仙 淘欺妹的小姐妹让其丢掉若仙的交换日记 自然最后淘欺妹选择丢掉日记 可回到教室时 发现日记又回来了 打开一看 还从镜子的反光中 看到了若仙的鬼影 然后还鬼使神差的念起了日记上的咒语 念完之后 感觉身上有双手在拉扯他 等他摔倒后 日记被若仙的鬼魂捡走 在一屋式醒来后 淘欺妹再次看到若仙的鬼魂 她跟着鬼魂来到礼堂的钢琴面前 依次按过上面的按键 发现个别琴键上没有声音 淘欺妹蹲下打开一箱 发现里面都是若仙对石韵满满的爱 这时候石韵也来到礼堂 淘欺妹说这一切是若仙花一个月为其布置的 但是石韵并不买账 还想要将其破坏 之后石韵拿起她与若仙的交换日记 陷入了回忆 当其翻到被自己死毁的那一夜时 更是气不成声 随着放学的灵声响起 同学们震惊的发现学校的门全都打不开了 而若仙的鬼魂也开始各种作样了 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引起了恐慌 当其出现在钢琴面前时 妹子们被吓得就是当下一颤 然后开始疯狂的逃窜 淘欺妹各自被人群冲倒 备受折磨 若仙的亡魂则以上帝的视角 俯视着这些曾经伤害她 使笑她 葬送她与石韵爱情的人群 她只想吓唬吓唬她们 这些同学 若仙的鬼魂谁也没加害 若仙最后打开了教学楼的大门 放走了所有的同学 这次她真的走了 而石韵觉得愧对若仙的这份感情 从若仙一样选择了跳楼 也许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永远的在一起 整个灵异事件中 只死了一个男老师 就是那个和若仙 久后发生关系的老师 不知道是老师的自责自杀的 还是若仙对其怨恨杀的他 应该是后者吧 因为若仙生前与石韵的谈话中 石韵表达出了对这件事的耿耿于怀 电影就此结束 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 反映女女之间激情的爱 这场爱造就一个毁灭性的悲剧 也造就了一个有限痛苦的灵魂 爱之可悲在于投入 爱之可爱也同样在于投入 爱情本就是没有道理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你的点赞 转发 收藏 都是对京长支持与鼓励 有什么想让京长结束的服务片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只要片不是太烂 京长慢慢都会讲到的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毕竟留言的电影那么多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